好 觀眾朋友 下面讓我們來關注一下 由大陸網友爆料的 有關中共肺炎疫情的最新情況 3月30號 一名民眾倒在湖北通山縣政府門口 視頻拍攝者說 通山縣政府門口死了人了 家裡死了一個 家裡死的是男主人 現在現場死的是家屬 縣政府沒有人管 有沒有天理呀 3月31號 網友上傳的視頻顯示 武漢市青山區鴻岡城24街再次封閉 視頻中有人喊 現在不讓進不讓出了 一名身穿青山市正馬甲的人說 有一個健康馬被紅色的人跑了 3月30號 網友上傳微信群錄音記錄披露 河南一個縣的縣醫院 一名兒科醫生被確診 另外兩名醫生與他一起吃飯也確診了 現在整個縣醫院被封 由於證明兒科醫生接觸的人太多太多 所以可能整個縣也要封城 湖北武漢石橋花園3月28號 確診一例核酸檢測呈陽性的患者 由於暫時沒有症狀 官方說 這不屬於確診和疑似病例 石橋花園小區的通告說 這名患者29號已經被送到酒店隔離